你刚才提到了香港 2019年7月激进示威者 暴力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 他们肆意地损害立法会的设施 使用有毒的粉末和液体 袭击和围殴警察 甚至咬断警察的手指 用刀刺杀警察 但是香港的警方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和专业 没有一个示威者死亡 但是现在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暴力程度和迫害程度 没有当年在香港发生的那么严重 但是你提到已经有四个人死亡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当时美国的官员议员 还有一些媒体 他对香港用的是什么词 现在他们对美国用的又是什么词呢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众口一词 谴责这是暴力事件 暴徒 极端分子 恶棍 是耻辱 那么当年他们形容香港的那些暴力示威者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呢 你刚才也提到了 亮丽风景线 把这些激进暴力的示威者呢 美化成民主英雄 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想美方的一些人 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事情和今天 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截然反应和用词截然不同 这种鲜明的对比及其背后的原因 是令人深思的 值得大家都进行严肃和深刻的反思 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希望安全和安宁的 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我们也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尽快地享有和平 稳定和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